很多人像比尔盖茨一样都戴上眼镜 而低头子文明明的现在 也随着电脑跟平板手机的谱其实越来越多了 长时间盯着一幕的话呢 光线会伤害眼睛的水晶体 让老花眼发生年龄层 现在提前到了35岁了 而另外呢 光线当中的蓝光还会加速眼部黄斑部的夜黄色流失 让视力变得模糊 严重的话呢 甚至会导致失明的危机 不管是在大萤幕前认真开赛车 还是抱着手机平板滑个不停 3C族低头族越来越多又碰上寒假 要是每天都泡在大小萤幕前 小心眼睛出状况 早上起床觉得还好 可是累疲倦的时候可能看东西会 就有点像散光但会有点糊糊的 卓小姐平常工作就一直在电脑前 下班回家继续滑手机看电视眼睛操坏了 医生说3C产品的光线会伤害眼睛水晶体 让老花眼有年轻化趋势 过去40岁才出状况 现在提前到35 也会伤害黄斑部加速叶黄素流失 叶黄素它呈黄色 黄色是抵抗我们的高能量的蓝光 那如果说黄斑部的叶黄素下降的话 那你就不够黄色的色素来抵抗这个蓝光 它就会伤害我们的黄斑部 叶黄素不够严重会导致黄斑部病变 恶化下去就可能失明 看看这两张眼底图 左边是正常黄斑部 叶黄素浓度够 看起来灼灼的 右边叶黄素只剩1分不到 黄斑部后面的脉络膜清晰可见 而叶黄素到底多缺乏 现在医师能透过一气量化 找到影响视力的原因 每次只测一只眼睛 结果几分钟就出炉 以卓小姐为例 左右眼的叶黄素量都只有67% 而医生说以她的年龄29岁 应该要有85%才正常 少了两成 事实上孕妇老人高度近视族群 叶黄素本来就缺乏 用3C产品不节制 状况只会更严重 医生说平常多吃绿色蔬菜 就能补充叶黄素 或吃叶黄素钉 避免黄斑部受伤 TVB新闻 赵古瑞 钟一轮 张允熙 新主报道